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整个盘都是小幅的震荡 那因为东吴节快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大盘一直卡在这个地方 那看起来好像大盘都没有在涨 都在横盘 但是很多股票它一档一档的往上创新高 那譬如说我们前几天跟大家谈的 这一档股票 大盘在整理它就往上走了 这同一档 昨天还留上一线 今天就冲高了 那接下来它有机会创新高 将一档一档走 这个叫掌握轮掌 那大盘在这里做整理 重点是你有没有选对股票 那这个地方我用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我用韩国股市跟台股来做一个比较 那韩国股市跟台股最类似的都是以半导体为主 对不对 那韩国股市最近又有北韩的恐吓 那另外韩国在第一季大幅衰退 那跟台湾没得比 那以这样来讲 那韩国股市到底是走多头还是空头 那最近表现怎么样 其实跟台股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韩国嘛 这台湾嘛 道琼也差不多这样 全世界走势都差不多 都是走多头嘛 那我就请问你 韩国第一季衰退那么幅度那么大 北韩又在恐吓 它都不跌 台股是多头还是 空头你这样去想嘛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 你要专注在第二季 第三季比第二季成长 下半年比上半年好的股票 去卡位去轮涨嘛 那今天有些股票往上走 它为什么会往上走 为什么大盘在整理 它会往上走 那很简单嘛 它下半年比上半年好 第三季比第二季成长嘛 那这种股票呢 你去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现阶段来讲 昨天跟大家谈的 像志勤开高啊 建策也往上走嘛 但是有一个重点嘛 不要去做追涨的动作 你像志勤呢 我们已经赚多少 赚了70块了嘛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值不值得受追涨 还是跟我一样 从低档去卡位 你才赚得到这一段嘛 那我们看一看志勤 志勤也是一样嘛 一个头肩底架构对不对 一段一段做嘛 那目前在这个地方呢 那我希望你跟着我布局 类似这种股票呢 低档去买 然后往上你就做教 这样子才是你成功的方式嘛 获利的方程式 对不对 那我们先前跟大家谈到什么 国光生计啊 我说算这一段 一段一段做对不对 那国光生计今天怎么样 他拉回一天 他今天又开高了 他今天又创新高 那我没有卖在最高点嘛 那不可能每一档都这样子 但是这一档股票呢 他今天开高以后 你要去想一想风险啦 他尾盘往下掉嘛 那我用这一张图呢 跟大家谈会比较清楚 第一段是从这个地方嘛 69%对不对 第二段这个地方 上礼拜我说我出金了嘛 他今天又开高嘛 那同样的问题啊 你在这里去追价 你的风险在不在 他或许还会涨啊 或许他还往上走 但是你能赚多少 你再赚了已经有限嘛 那不小心掉下来 像这个地方 掉下来弧度就比较大嘛 我说一段 一段一段做 那操作上呢 你要坐轿 不要去帮别人抬轿 你要坐轿 一段两段做 然后呢 如果有人要留 你留一点风险 留一点空间给别人赚 没有关系嘛 你如果想一想我的成本 是0.7跟50 现在70几块 风险大不大 那目的是现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当初你错过了 他还有没有类似 类似这种股票在第一档 往上走的 一档一档操作嘛 那大盘在这里做整理 那我之前跟大家提到像志勤 如果你第一点没有把握住 他往上走了 除非他拉回 不然的话呢 不建议去做追加 建策也是一样嘛 我们再回到这一张图 我说一路急涨 一路急涨的话呢 追高他是有风险了嘛 像国光生计对不对 对四十 去到七十嘛 拉回五十 又去到七十嘛 那你要找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整理末段去卡位嘛 或者突破拉回去买 这种股票呢 才有机会创新高嘛 那尤其是第二季 第三季 跟下半年成长的股票 那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 今天就有一档股票 这样往上走呢 那这样子走势呢 是不是又类似跟这个一样 那这个地方布局 这样做教 是不是有机会 赚到涨停 甚至赚到一整个波段 何必去追价 像这一档股票呢 立多公布以后 它的旗展嘛 这样是不是做教 桌球嘛 这人扛球要做啥 那大盘呢 大盘这一天 都在整理啊 都在整理嘛 那就专注第二季 第三季 跟下半年成长的股票 那类似这种股票往上走了 那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 对党操纵对不对 这个又上去了嘛 我说一档一档操纵 那我一直在专注 专注的选这一类的股票呢 去做布局对不对 包括 昨天谈到这一档股票 他今天呢 马上一个长红过去了嘛 这同样一档啊 他会不会创新高 谁在买 这是无稽族群的股票嘛 这是法人喜欢的股票嘛 第一档去买对不对 然后他都呈现轮涨嘛 那你第一档买了以后 你根本不用追 他就直接往上走了 那有没有机会 他继续涨的话呢 你就有机会赚到波段利润嘛 跟当初在买什么 买建策一样啊 买自行一样嘛 一定来得及啊 问题是你有没有买对股票嘛 轻松做教啊 轻松做教 做教呢 就等于财户嘛 那现阶段还有没有类似 这一类的股票 像当初操纵这种股票 我希望你跟着我做 我们一档一档去布局 那趁现在呢 优惠期间 把电话拨通 我们进广告 祝陈东同步吴老师 生日快乐 与您分享生日喜悦 今天入会 特别送您三大好礼 今天入会 特别送您三大好礼 倒数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快再见 明儿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同步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成通同步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第二段 第二段在往里 我们跟大家谈台子期 昨天大盘是开低走高 涨23点 昨天我们台子开低走高 对不对 开盘8点50 9点13 70点 落袋 对不对 那今天 今天大盘刚好到缓 开高 走低 那我昨天怎么讲 我昨天说 黄高 急掌 你要偏空操作 不要去做多 但是今天 开盘 很多投资人去做多 所以往下掉 掉了很多 那我们今天 一开盘的动作是什么 开高 但是很可惜 没有成交 差一点点 今天开盘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最高在哪里 11540 闪一下就过去 那我们是11535 没有成交 很可惜 那如果成交的话 一跌 一跌跌多少 跌了189点 那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机会一直都在 问题是 你要做对方向 这个地方 我差一点点 很可惜 没有成交 我也不会硬拗 这拗下去 100多点 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做错方向 事情大条 你如果一开盘 去做买方 189点 我是少赚 你是多赔 机会一直都在 昨天开低走高 今天开高走低 同样的问题 我昨天赚70点 那今天是刚好 差一点点 很可惜 189点 189点 机会都在 那你赚了没有 那我说每天30点 其实难度并不高 我昨天就赚70点 今天差一点点 赚到100多点 我怎么跟会员讲 找房放空没有成交 那没关系嘛 不要做错方向最重要嘛 机会一直都在嘛 今天就收工 明天再战嘛 有没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嘛 但你不要做错方向 一差就差很多嘛 那明天应该怎么操作 这个才是重点嘛 我昨天怎么跟大家谈 这是六位理理嘛 我说他一直沿着 这个往上走 那法人筹码也没有改变 那法人筹码的解读呢 我昨天讲过呢 每一个老师看的都不一样 我是经过二三十个数据 综合的研判嘛 法人筹码 还是微乎偏多 并没有偏空 所以我们一直的往上 他是在这个轨道 一直在这个轨道往上走 对不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上礼拜 17号嘛 我说他一直在这个轨道往上走 这19号嘛 那这一个轨道没有改变 那到目前为止呢 这到昨天嘛 那我说一支撑在这里 压力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那你看一看今天 是不是吻合嘛 吻合嘛 那今天来讲呢 震荡的幅度很大哦 今天上下震荡震荷大概200点 那明天应该怎么操作 那基本上呢 这里本来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走势 那目前来讲呢 这个震荡以后应该是横盘了 那横盘的话呢 这个高低点 高低点你注意 那你就不要做错方向嘛 所谓不要走错方向就是 该放空的时候你去做多 该做多的时候你去放空 那事情大条嘛 你今天开拨之后 你就赔了100多点啊 189点嘛 那我只是差一点点 赚到189点嘛 那明天怎么做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个月呢 台子7月 这日K线 3月往下跌 4月往上涨 5月涨走平 对不对 6月走平再涨嘛 那台子7月 目前就是这几天嘛 那我目前以选择权的推估 台子7月 7月应该是一个区间盘整 那有改变 我跟大家在做说明 那目前来讲就这样操作 那你千万不要做错了 做错的方向呢 你会赔很惨 像今天来讲呢 我相信很多赏户做错方向嘛 所以法人才会调节 大量调节嘛 那目前来讲呢 操作上呢 每一天开盘 看盘中买卖的力道呢 来做一个操作 那我一直跟大家谈 你要看得懂 选择权的布局 内资 外资 所有的选择权的布局 看懂他的布局 你才能成为稳定的赢家嘛 那如果看不懂呢 你每天 可能会巴来巴去的 台子呢 每一天操作 当中呢 很安全 那明天 今天晚上 道琼怎么走 跟你无关嘛 今日是今日弊 那这是有关台子的部分 那你看不懂的呢 操作上你就会 风险会相当大 那另外个股的部分呢 那第三季 比第二季成长 下半年比上半年增长 有一个族群 就电动车族群 那我之前跟大家提到呢 你像河大 我们操作第三趟 在这里又买 对不对 它往上走嘛 那这一个族群呢 还是看好 还是看好 它有没有机会 再创新高 像建策一样 我们慢慢看嘛 那这一个族群呢 像茂莲 也是一样啊 都是一个呈现一个多头的架构 还有像自身科 整个族群呢 你要注意 它的一个买卖点 那类似这一类的族群 这一类的股票 一档一档操作 那如果有拉回的话呢 那我就会及时的 带你去做布局 跟当初在这里买建策 在这里买智勤一样嘛 一档一档操作 把握它的轮掌节奏 该出手 我就带你进场 我们休息一下 祝陈东同步 吴老师生日快乐 与您分享生日喜悦 今天会特别送您三大好礼 今天会特别送您三大好礼 告诉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快再见 明儿27525868 27525868 陈东同步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同步拥有股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们回归大盘 大盘目前在这里做整理 那我个人比较希望它拉回 但是大盘它是跟着全世界在走 它不一定会拉回 那为什么喜欢它拉回 拉回未来走的路会更稳 因为这里是年线 这里是年线 这里是季线 这是月线 那之前五月份的时候 之前五月份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年线是在上面嘛 很多投资人不敢买对不对 但是我所了解的法人 在这里不断的一档一档布局嘛 那现在已经突破年线了 这里又变成支撑嘛 所以之前空手不敢买的 这里应该积极进场了嘛 那重点还是一样啊 你有没有选对股票嘛 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谈 在这里五月份的时候 我跟大家谈的都是一样嘛 专注当下选股嘛 专注当下选股嘛 四星210 四星现在300多块啦 算下300多快啦 卖掉对不对 一个头肩底架构右肩 这都是操作的实力 卖掉以后换维新 这是轮涨 这里四月中 四月底 这里五月初开始涨 四星涨到这里换维新 一样待会买进在这个地方 技嘉也是一样 四星涨上去以后 在这里整理又再度进场 再度进场它是又往上走 一段一段做 维新涨完以后 整理以后又再度进场 这两档股票像维新 像技嘉最近整理完了往上走 那四星也是一样 你找到这种成长股 它是一段一段的往上走 跟国光盛技一样嘛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这次我要跟大家谈的 大盘不要涨没关系嘛 重点是你的持股绩效 你有没有选对股票 就如同建策一样嘛 那整个K线形态 基本面是不是跟四星 跟维新 跟技嘉一模一样 一段一段做 只是时间不一样嘛 那你一档撞完 再做另外一档嘛 事情也是一样啊 那现阶段呢 我们讲最近的 横盘差不多两个半月嘛 那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大盘在这里整理 有的股票起起来嘛 但是这一档股票呢 在这里整理了两个半月 那你说可不可以买 尤其是成长的股票 它是不是上去了 就是我讲的这种图形嘛 整理末端对不对 那这种是什么图形 一路几掌 就是国光生气这种嘛 那这种一路几掌呢 去做追价呢 风险就会比较大嘛 那你就是一段一段做 在第一档去买 这样子69% 这样40% 加50 够7%嘛 那包括之前的 像四星 这六十 这七十嘛 那一段一段操作啊 那四星呢 卖掉以后 他今天又创新高嘛 那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嘛 那后面呢 该赚的 让别人赚没有关系 那类似国光生气一样嘛 那问题是你一档一档去操作 在第一档去买 你一段一段的做 那操作上去以后呢 我说他还会涨嘛 他今天是不是上去了 他有没有机会再创新高 这一档一支构片嘛 那另外这一档也往上走了 我说一档一档的轮流往上走 那你也没有跟上车 你说对有条件 那人在探钱 你说有探到钱 大盘在这里做整理嘛 那不管是台子或个股 都一样 给自己一个机会啊 我来帮你对不对 找一些轮涨的股票 你要买对 跟着我做对不对 没有赚钱的 或操作不理想的 趁这个时候呢 你想办法呢 把电话拨通 倒数一天 倒数一天 那不管是台子 或个股都一样 该给你的优惠 我都会给你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祝成的同步 吴老师生日快乐 与您分享生日喜悦 今天认会 特别送您三大好礼 今天认会 特别送您三大好礼 倒数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大家再见 明儿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